要下定決心做好一件事 其實也不容易 要堅持到底就更加難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位同學 他原來在九年前 連基本的英語溝通 也不太能夠做到 但現在他能夠考到 一個國際文憑四 45分滿分, 考到44分 在我身邊的就是何思沛, Pirl 你好, Pirl, 你好 你好 恭喜你, 又收到有一家學校 在外國的大學已經收到你 其實不如先跟大家說說 你最初的英文的成績是怎樣的 其實我小時候的英文比較差 我轉入學校之後的英文 也是六十多、七十分的水準 其實開始時如何適應 其實我覺得最初進入學校 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上課英文和同學溝通英文 這方面不習慣, 別說是學業 就算人際關係方面 也可能會害怕了很多 其實是需要時間 假設時間很自然會習慣 因為你身邊的環境 說、聽、看、寫, 全部都用英文 就會想一個進步, 就這樣 其實什麼事激發起你 要學好這個英文呢? 其實我小時候有個故事 有一次八歲、九歲 跟著遊學團去英國 沒有爸爸媽媽的 最後有一次我去快餐店 我想點杯飲料 然後我想點杯中可樂 怎麼就糟糕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中 我想了很久, 又不敢問人 因為害羞 是… 最後我買了一杯大可樂 因為我買到壁 然後又喝不完 因為我買了很大杯的份量 最後我去洗廁了很久 全程車也不敢說 這樣就很辛苦了 是, 所以就激發你一定要學好 中可樂要做什麼 是… 但是我上次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英文是挺困難的一件事 你現在的英文成績都不錯 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怎麼可以學好英文呢? 其實我覺得英文學好 不是一件很辛苦或很困難的事 不需要特地去補習 或者每天找幾個小時書 只不過是你從身邊的事入手 你喜歡的事入手 譬如我個人喜歡看書 我可能嘗試轉做英文, 慢慢書 或者朋友喜歡看電影、聽歌 可以用英文, 甚至你平時身邊的朋友 家人很可能都會說英文 你可能找個時間若好 我們這五分鐘用英文聊天 已經會好很多 可以慢慢從日常生活進步 是, 但香港是一個講中文的社會 你有一個優勢在國際學校 但一般主流社會學校都是講中文 其他同學的成績 都不是太好講英文 怎樣可以推動和大家一起講 其實如果怕身邊的人英文 可能不太想說 我覺得日常會做的事情 譬如你想看新聞 你可能可以嘗試轉去英文台看 有個字幕, 馬上無法按照 開一波一波來 譬如看看因為新聞 你也會知道他大約說什麼 或者可能看書 或者有些書是有英文的 可能你喜歡看中文版 你會否慢慢嘗試看 參照一下, 會有一個好處 我覺得普遍來說, 香港同學的詞彙較少 會否覺得你要多學生字 會對英文有幫助 我覺得英文 可能實在一進手的事 反而是文法比詞彙 文法會比較重要 因為我認識香港的朋友 他們的詞彙較多 他們可能上課會背很多詞彙 反而不見到詞彙 但他們很多時候反而是說話 說出口的時候 總是不自然的, 聽到他 反而這方面是練習多, 聽多說 我和你同樣的經驗 以前在加拿大讀書 一定要多說一點才可以說得好 但我想問一件事 有沒有試過真的放棄呢? 其實有, 我試過有次很開心 這次有七十多分 看見隔壁灰了, 他有八十多分 想想其實我這麼辛苦做什麼 但那一刻我想想 可能條路這麼長 最初我不懂英文 英文很流暢, 我可能在這裡 其實我不要開始前往話像 很久, 很辛苦 反而我向下看一看 找一次功課看看 我以前還不行 其實這樣想的話 我覺得我也走了這麼多 不如多走一點… 因為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在前面 有一個動力在這裡 非常好 今天很感謝你上來和大家 這麼好的分享 讓大家知道自己 在英文方面可以加強自己 多點時間, 訓練多點 說多點就一定會很好的 再次感謝Purl